第十四山保護公路接近無時的路段 由這個大燈園開始 分作最佳能的部分 四天單位開始進行基增台設的工廳 基增台設的審度大約是35公圖到50公圖審 目的就是要運過這個已經有明顯照射的山拼 防止為海技術更大 總工程的經費 工程的經費大概是一億三千八百六十萬 那主要的工程內容是在我們79K的下邊坡 施作了樁徑1.5米的一個抗滑樁 那總支數是129支 然後分大概有分兩排來施作 工路局保理工無端技術 這個區域照射盡控 審度在50公圖以來 經過當地的地質感觸 山拼來並沒有地下水 影響山拼穩定的情形 因此蘋果只要采用打基增的方式 就能夠給這個區域照射的危機 滑樁深度不深 大概10到35米 那一般我們用以抗滑樁的方式提供水平力量 就可以阻止它並沒有往下移 這一路段的地質是 P里比較發達的一個應驗岩 那經過中央地調索以及我們的監測的結果 它經由顧問公司推估的滑動面 它大概是在10到35公尺左右 所以說這個部分經由顧問公司的評估結果 採用抗滑樁的方式 抗滑樁的樁徑是1.5公尺 它的間距是3米一隻 灌入圓盤7到10米左右來穩定它的邊坡 整個施作完成以後 大概可以確保我們這個路段用戶人的一個行車安全 工路局標示 因為台十四山報部公路 目前是通往台中雷山和花蓮最重要的道路 加上是真愛向幕前唯一對外的聯合道路 交通重要性非常關於 因此變了1億3,800萬進行全民性整體 整體工程一定在6月底可以全部完成 這段期間 對無色地区交通難免會有一些影響 希望民眾能夠配合相關的交通關節策詞 以後王嘉信蔡芳報道